相信自己 开创未来 我的世界 我做出 欢迎收看本期的当红不让 本期当红不让节目当中将会和你谈到风水师这样的一个行业 其实很多人对风水这两个字呢 还是怀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迷糊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请到了我们的徐怡婷师傅 来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他进入这个行业的点点滴滴 师傅你好 徐师傅你好 那么我想在这里呢 首先问徐师傅一个问题 你进入这个行业多久了 我进入这个行业大概有20年左右了 这个大概20年到现在 你觉得你这个生活过得舒服吗 是自己想要的这种行业的生活吗 当时前前后后也有一些就是犹豫跟觉得 哎呀这个行业做下去也真的觉得有一些累 也有一些稍许在方向或者方式的改变 但是做下来都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觉得这份职业我还是很喜欢 那我也有跟顾客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享受到一种职业的满足感 跟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的一种享受的感觉 很热情 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份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 对 所以就做到现在基本上我还是觉得OK不错啦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在工作当中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我做了这么久了 或者说没有犹豫过这个行业 你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个行业吗 想过吗 在刚刚入行的时候 刚刚入行 因为我师傅我在拜师之前呢 我师傅也一直有有叫我 就是他其实不是我要求拜师 是师傅要求收我这个弟子 哦 所以你当时算得上是怎么说呢 呃 应师傅的要求而进入这个行业 并不是你自己选择这个行业 因为就是说我师傅呢 收的弟子们呢 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所以他就感觉到呢 就说因为自古都觉得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龙蛇混杂 嗯 那么有好像他们都是一些就是 或者用我的师傅话讲 就是说他们在写跟在说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一定的一个程度 那么就变成说大家都觉得风水师 大家一概念都是叫江湖术师 是 对 所以就变成说而且它是叫做下九流 我们华人一贯认为它下九流 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行业 觉得不入流啊 对 所以当时的时候像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 是 所以就是说他们感觉到就是很难 就是包括我在开始师傅叫我做 要我来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乖 很奇怪 那我就一直不要 人不要在后来两三年之后 那我有经历过一次就是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都认为我自己很聪明 我能够判断 就好像当年可能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 我相信人定胜天 那么后来就经过有一次的一个小挫折 那我就感觉到像我这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我还会做这种决定 那我就开始会探讨 那我就开始开始就是寻找师傅的帮助 一时的糊涂 为什么还会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犯糊涂 对 就是这种过程 那么最后我就看了几个师傅之后 我就感觉到为什么我要求给我一个答案 yes or no 但是这些师傅们给我的答案是很模棱两可的 就是你也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这样 那这些答案其实我都想过了 那我如果我自己能得到 我为什么要你这个师傅 我为什么要花钱来看你 所以我就会感觉说 既然是这样 那我不如我自己看 所以我在那种情况下 然后我就再回去就是找到我之前 我的真的是我的师傅 就说好 那我就我就做 那么我当时在学习 开始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师傅就 他当时也阐明了 就是为什么他想收我做弟子 因为他觉得第一 我的文笔跟我的谈吐 那我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那我的就是文化各方面来讲 我都能够比较好的去表达这一个行业 因为他不想再 请再 就是说他再收一些弟子 那走出去就给人家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 地地道道的江湖术士那种感觉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因为就是说江湖器比较重 你师傅当时收你 是不是看中你的 刚刚所说到的 其实做你这个行业 从刚刚我们的谈吐之间也发现 徐师傅 他的这个口才特别好 文笔特别棒 刚刚说到这两点 仅仅是这两点 你师傅当时是不是因为看中你两点 想把这个行业 往更高的一个档次去发展 他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即使不能够把更高的一个档次发展 那是也是希望说 大家认识到的风水师 是不一样的一个样子 对 是给人家感觉是我们比较学术的 我们是比较 可以比较高层次一点点的 那么不要给人家感觉 就好像我是我们讲起潭的鸡桶 或者等等 很多人会误会风水师起潭的鸡桶 或者是占卜的那种那种那种那个街边 或者等等这些 甚至以巫师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行业 这是多大的 对你当你现在在听到很多人用风水师 或者说很多人把这种想法跟巫师 跟这种这种一些词混在一起的时候 是 你什么感受 我觉得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很习惯 因为不要说别人 就是到今天为止 那我的父母亲 包括我的家族 也很难去接受我来做这个行业 所以他们通常跟我们的家人在介绍的时候 就是孩子做什么 他们通常都会讲 没有啦 连去做很普通的工作 就是他们 或者他们甚至会讲说 没有啦 做办公室 他们会还属于 现在还会这样吗 其实一直到我做了20年 然后在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接受的过程当中 他们始终都觉得 就是他们还是处于既然都做了 而且做了20年了 那女儿也好过去做一些 非常不正当的职业 那这个也算做在办公室嘛 office嘛 他ok咯 但是他的始终的感觉就是 你的职业很怪 那朋友问的时候 简单一句话说就是 让你父母难以启齿 对对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现在还这样吗 现在仍然是这样 仍然是这样 那你心里能接受吗 当时的时候你怎么跟你 比如说你刚刚入行的时候 你决定跟你师父学艺的时候 你怎么去跟你爸妈说 他们什么反应 他们的反应非常大 坚决不同意 对对 阻止得非常坚决 但是因为当时 我也处在一个 就是比较人生的一个 比较低潮的期 那么他也觉得说 可能让我去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 他们担心说 可能这个低潮 我会怎样不能承受 还是怎样 那既然你找到一个兴趣 那就给你先学着 那我也不要去阻止你 可能你学了半年一年 那你就没兴趣了 那就不用我再阻止了 给你一个 你自己想要的过渡期 对对 他们是这样的想法 那小的越学 就觉得 也是因为师父 真的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给了我很大的尊重 所以后来就慢慢做 我也觉得这个角度当中 我变成 可能我也比较好胜 我就享受在 跟顾客讲话的过程当中 他感觉是说 你真的会了解这些东西 你真的会知道 我在想什么 你真的会知道 整个状况是怎样 而且你真的什么都没有问 你就会知道我的 上司是什么样子 我的老板是什么样子 我未来的另一半是什么 你真的很奇怪 你真的很神 那我很享受这种尊重 因为大多数的客人 可能我的频率吧 可能我们也常常 一直讲一个人的频率 可能我吸收来的人 也是属于 他们会尊重一定的能力 跟知识 对 所以我就是接触这些客人当中 我觉得我很享受 那个过程 所以我就一直有做下来 它好像是一种好胜 就是说我觉得我很准 我享受那个过程 所以你做这一行这么久 能够坚持二十多年 而且至今不后悔 不会后悔 最大的满足感就来自于 我跟一个顾客说 你怎样怎样怎样 当他对你点头 对你肯定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行业的 对对 不大满足感吗 对 就是这种满足感 靠着这种满足感 一直支撑了二十多年 可以这样 因为没有很多职业当中 很难给我们一种这样的感受 因为你做久了 就变成它是死的东西 就好像你每一天都在做的 你并不会觉得说 它有一种正负感 或者有种满足感 就好像我的助理们都说 他说师父 你在平时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说跟你顾客坐下来 你开始往你师父的椅子上一坐 他说你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他说完全不同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我甚至会有一点 就是很直直 不能讲随便 但是真的是 事实有些时候有点傻傻的 我的口子还没有那么好 然后反应没有那么快 然后我有点顿顿的 然后我也不大讲话的 其实跟我们主持人是有异曲同工 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哥哥根本不会说话 但是一开镜的时候 可能说这种感觉就来了 当你顾客正面的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的思绪就来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就好像我们绑的椅子上一坐 那我就是在这里面了 那我就是这个盘了 我就是这样的 没有 只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 我们可以带来 有一账 Ada